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如果大家集中說出口的話 你一定要對兩邊的條例更加要熟 其實大家一定要整個報價裏面的條款 特別如果你做出口的時候要留意一些 對自己有利的 大家希望 譬如加不了課的時候怎麼賠錢 或者貨物品質有問題那又怎樣呢 或者我們會說來驗貨 舉個例子 來到驗貨的時候 如果貨物可以就出售 不可以不出售 那驗貨是怎樣驗法呢 如果做出口的話 一般來說 如果做購物有標準性的東西 是比較容易做的 因為如果沒有標準的驗貨 大家的爭議性可能會比較高 我們做購物公司 你要留意 因為我們處於一個很中間被動的位置 廠也不是我們 供應商 就是最後那個 end user 不是我們 我自己真的做一個推打 我們一定要很留意這方面 另外就是 比如說備貨那裡 大家都一定要把時間保持得好些 安排運輸 同一個距離 去和回 會不會同一個運費呢 如果你的報價 所謂可以報離案價 就是我出廠價交給你 但是運費、保險、中途、運輸的東西 你全部賺不到錢的 中間那裡完全沒有空間 可以嗎 但如果不是 我今天的貨 來到交貨的 那是不是全包呢 即是說 包了貨價、運輸、保險 或者包括報關 當然你做的功夫是多了 但是 隨便的環節裏 你中間有些利潤差價 你是不是生存空間大些 另外 如果出口的話 就一定會有些安排出口的單據 單據在出口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出口報關 香港就比較簡單 但是如果在中國大陸 或者其他地方 如果你的出口報關裡面 有牽涉去可證 有牽涉到出口退稅 這方面的情況 大家一定要留意 其實另外一件事 如果一般來說 出口的流程來說 你最重要是收到貨錢 有時候這些錢很緊張 即是做廠 那一出了貨 就希望盡快收到錢的話 都可能會去儘管 即是銀行借錢 一出了貨 就即是放單給銀行 銀行借了錢 各額還錢 然後再扣回銀行 這個方法 不只是做出口的 如果那些貨入口 來香港 在香港買的話 都可以找一些 即是外面有幾間 叫做Factoring的公司 即是保利 或者公司 就可以幫你賣這些單 一些公司幫你收到這套單 那時候就不是你欠他的錢 因為你賣了那套單 如果貨物沒有賠償 的話 負責這些公司 就會把那套單賣了 就馬上給你 85%或90%的錢 然後收到美數 就給你賣個美數 但如果對方不給美數 你全部的錢 都可以收足 即是等於我們把債 即是我們把債 轉了給 風險 轉了給其他公司 這樣也可以幫你解決 一些銀行上的問題 做出口也是一樣的 你做出口的話 你一定要認識 即是不只是一單貨的問題 不只是low-how 我經常都會說這些 是low-how 跌大一點價錢 就會挑選一些貨 市場好的 哎 差一點都會照去 即是QC過不了都會照去 所以 其實都很多時候會因應那個情況 看市價 如果做生意 我做出口箱 你做買貨 我說 我的數審給你 你是不是容易幫我拿貨 其實我不是真的審給你的 我跟你談的時候 我經常做Research 我經常找到這間中間公司 肯幫我commit 如果買貨是ok的話 這個客戶有多少 你才去的 所以要勤勤做功課 我們做入口的話 更加要做多些市場調查 還有 最重要是sourcing 你在哪裡找貨 你要找到便宜的貨 或者品質更好的貨 或者是唯一的貨 這樣更加機會大 另外我們也要留意一下 特別要做入口的話 人家都會有一個購入 會卡 你怎樣付錢呢 如果你是貨到付錢 或者是透過銀行付錢 這樣 這裡也是有另外一個付款的環節 一定要清晰的 同樣的就是說 我們要安排入口報關 香港來說 所以 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做出入口的話 即是說 出入口的意思是 你一定要經過海關去報 如果你的東西 本地買本地的 就不當你正式出入口 那驗收那裡很重要的 驗收那裡 是會影響到你 以後做入口的聲譽 如果做出入口來說 其實某個程度 大家要提醒大家 要人員好 你們穿得更好 你要面對很多人 你要面對供應商 面對購買 面對廠 面對QC 面對運輸 面對政府部門 海關 驗貨 很多部門都要面對 所以如果你人員好 面面區元 其實你做貿易也會比較好 國際貿易或出入口貿易 大家一定要留意驗貨 除了在哪裏驗貨之外 我希望大家講清楚 是用什麼方式去驗 另外就是價格條款 這裡大家一定要清楚 剛才說 究竟是否對設 包不包運費 保險費等等 另外就是 付款條件 你怎麼付錢 先貨後貨 先錢後貨 一手交貨 其實都可以用不同的 就是銀行的吉單據 不同的形式做 例如做Open Account 這裡我提醒大家 付款條件那裏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要留意兌換率 另外就是 那個責任的限制 持交貨是一件事 交不到貨是第二件事 品質有問題 是第三件事 可不可以換貨 如何去換 最多賠的錢 對方不下訂的 或者下訂的 大家要留意這些 如果有紛爭的時候 怎麼解決 解決條款是怎樣呢 這裡其實 都可以有些不同的 法律的形式 和效應可以做的 可以提醒大家 包括了一個叫條解 另外就是一個仲裁 然後一個就是訴訟 大家如果覺得 有這個貿易爭議的話 會用同一個什麼系統 去做仲裁 你都要用一個叫統一方法 三方面都覺得 那個仲裁的 是比較公道的 或者是合理的 大家都能接受得到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做貿易公司 因為很多時候 你面對外面兩邊 我們是不熟的 特別跨國家 是不是 跨國家的跨文化 跨法律制度 所以我們怎麼去掌握得好呢 這件事大家一定要留意 有這些事情 我學會不及 對方啦 我學會不及 再來一次 我學會不及